即将在11月3号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 除了是现任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之争 那还有一场交锋或许大家没多打关注 但可能对美国政治产生生远的影响 说的就是副总统候选人辩论 随着新冠病毒杀进白宫 那特朗普确诊外界对特朗普竞选活动的前途是感到担忧之余 特朗普与拜登的高龄也为这场辩论增加更多的关注点 彭斯与贺锦丽能不能够证明各自候选人担任总统的能力 就看这一次辩论的表现了 那之前的总统辩论总的来说是一场混乱失控至极的将交锋 而这次副手的较劲也免不了插话不断的乱象 唯一一场的美国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在星期三拉开许幕 那代表共和党的现任副总统彭斯与对手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 在观众的欢呼声下登场 虽然中间隔着两片玻璃板 但无足两人上演蠢枪舍剑 而贺锦丽开的第一桥就对着特朗普政府的抗议表现 彭斯就为总统特朗普辩护 说特朗普凡是以美国人的健康为先 在疫情爆发初期就第一时间禁止中国航班入境 那除了在对抗疫情上针锋相对 贺锦丽也抨击特朗普对中国展开的贸易战是一场败仗 彭斯则讽刺拜登是中共拉拉队来反击贺锦丽 随着美国副总统候选人辩论结束 那外界普遍认为贺锦丽在辩论的表现 善言巧论 形象鲜明 反而彭斯多次达到贺锦丽的发言 相行见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